如果说港股,过去第三季回顾 其实都是整个就是中国监管政策的风险 如果说用截至尋民收市计行指 就累积跌了超过1.4% 科技也跌了2.4% 滴滴下架,网企业监管,教育股会跌 还有共同富裕 去到最近,恒大债务,限电限产 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说 我们要判断究竟是哪些只是一个短暂打击市场情绪 哪些就是比较长远的风险或者影响要留意 你自己觉得现在港股,如果说展望第四季或者长时间 有哪个因素你觉得真正大家是要去看着的呢? 我觉得始终都是政策 现在政策的折扬或者日价 都会已经是深入民心了 即是你整个市里面的人一定会打折扣的 即是你去买股票,你不够便宜,我就不买的了 然后高一点我就走的了 那变成了你整堆人的市场集体心理的状态都改变了 所以你讲估来讲,这段时间都一定是得过炒字 那变成了我觉得影响会比较深远一点 因为你今次整个第三季的变化 其实是令到那些人觉得很难捉摸 还有你可能的影响会长一点 因为其实你跟着下去你都会去到企业业绩那里 那你也都很想想那些人是 我当你消费未必有很大的影响才算 但是你投资上面 如果你要扔很多钱进去的话 你又看到我说限电了 那接着我怎么建厂啊 那你很多投资上面的东西你都会害怕 那所以一定是会降低得很厉害的 那还有你譬如那些人买楼那样 那是恒大爆煲啊 那接着你又怕说那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先等下 那些楼价不升的话 你又不用这么急买楼的了 说真的 那所以你会有很多东西降低影响 那所以我觉得你跟着下去的报告 除非你看到很大新闻上的转变 是触发那些人觉得说变了而已 否则你整个大市来讲 就一定是得过炒字了 嗯 就是有波幅就不会升了 我想你有很 就是除非政策上面的形象上 可以有很大的改变 否则的话 其实你可能有一段相当之长的时间 你要准备是一个几年都是这样迷失 我觉得是 就是你其实都不用太害怕的 那你2010至2015年之间 其实港股就是这样 那你都有五年你都经历完啦 那现在你重新经历多五年而已 那我觉得又不是真的很特别 那你死不去的 只不过你难赚钱而已 这样 是要努力一点啦 因为看到你说虽然减持了港股 但是其实你的基金港股持仓比例还是最多的嘛 那其实港股是美心死的嘛 不是因为熟而已 说真的 那你还有一些 就是你都有一些薄的 我们所谓现身无效效应的 那就是你可能是那些大水池就玩完而已 但是那些小水池就可能OK的嘛 那所以就是中小型的公司现在占我们港股的比重相对多了很多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转变的 就是虽然你说这个持仓其实你比起全盛期 其实跌了大概就是佔我们组合大概跌了十多个percent 就是可能我们之前是50percent左右 现在是三十几到四十之间这样 那跌了十多个percent 但是就是里面的股票其实已经不同了 比如atm我们以前是佔20percent以上的二十几的这样 那现在atm佔我们大概二点几 那你就就是三左右 你加上就全部加上可能三 那你当就是那个十几的percent都已经是没了 就是没了这个exposure 那跟着其他的那些就是转进去那些 比较中小型的公司为主力 就是那些人的flow是会转去那边 还有你就是就是那些股仔上面 其实那些中小型公司有些有些转变的 都有得搏下这样